剛剛的話是處理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處理多個工作表的話該怎麼做 多個工作表 那當然不是說叫你把那個公式再複製到這邊再跑一次一樣的事情 其實當然也是可以只是說你這樣等於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所以 最好的方式是 可以幫我切到這邊來 OK 那切到這邊來之後呢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OK然後再切下一個 再切下一個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要切過去的話你至少要先學會幾個 語法吧第一個語法就是怎麼切到下一個 那切到下一個的話其實你們可以練習一下就檢視裡面的那個什麼檢視裡面有個即時運算式窗 OK如果說你想要練習有關那個VBA相關語法的話其實你可以 直接先到那個即時運算式窗這邊來練習 然後他會在下面這邊跳一個這個 這個視窗是可以打指令的打程式的 那你如果要關閉的話直接這邊一個叉叉關掉就好了 或者按Ctrl G啦我喜歡按Ctrl G 然後比如說我今天要切到0主 那你當然第一個你要學會 一個物件要SHITS 刮幅之後的話你要跟他講說 第幾個0主是第2個所以輸入2 那切過去的話一個語法就是要點SLECT SLECT的話呢其實就是什麼 選取啦意思就是說幫我切過去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按Enter 他就執行這一行的程式 Enter 可不可以有沒有發現 如果當執行這個的話 他就 幫我切到這邊了 那如果一樣的道理啦如果要切到辦事員那邊的話那不這邊改成3就好了嗎 有沒有辦事員就切過來了 那一時類推這邊改4的話那就是第4個 那如果改1的話那就切回到第1個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做啦 就是說呢我們寫個回圈for I等於1到4 第1個的話就第1第1個第2第3第4然後最後再切回到第1個 這樣的話 就一個cycle循環 不過呢會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因為他這個每一列的列總列數不一樣 像0主的話Ctrl向下 他到101 那我們可以從A3追蹤啦 A1追蹤有一點問題 Ctrl向下為什麼因為他是 合併儲存格 合併儲存格的話向下追蹤會有問題所以我們A3Ctrl向下 那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總列數是多少 所以呢我們可以這樣做啊就是說呢我們可以 把那個這個先改一下 烤坪的部分那我們就不要是 把它寫成什麼 直接是40 因為將來切過去 那每一個工作表 的列數不同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改成向下追蹤 那向下追蹤的部分的話你可以 用我們之前講過的range 有不要放在A3的上面 A3所以你打個range A3 那向下追蹤的話是 點END AND 前刮弧 向下的話你可以上下左右選 XLDOWN 然後呢這有點像Ctrl向下 Ctrl向下就是AND 刮弧END 那幫我把向下得到的列 的那個數字 帶回來 那你就點落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他就幫我向下追蹤 如果是駐專這個工作表那回來就是40 把它複製 清楚也是一樣 OK 那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向下追蹤 可是第二個問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其實有個40 也就是說rank.eq 裡面的那個範圍 最後這個數字 應該也是變動 其實 你也可以把這個拿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 兩邊都會用到 那如果兩邊都會用到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你乾脆可以在上面增加一個變數 叫做R好了 R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把這個 這個值 先抓到之後 那將來的話你在這邊加個R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的話其實這邊的話呢 事實 你就可以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呢ANDAND 兩個移到中間加個R就可以了 那這個數字的話 就會跟著變動 那這樣的話如果 將來我們在跨工作表的時候呢 相對的就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改了第一個 這個地方向下追蹤 然後得到一個R 把它放在這邊 跟放在這邊 OK 那這樣的話呢來做跨工作表相對 比較 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要怎麼跨工作表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 這個sub的下方先寫一個 按Tab 鍵 寫一個什麼呢工作表回圈 for for 我用S好了 for S 等於 有四個工作表 1 2 3 4 所以 1 到 4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 底下的這個回圈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點 加上上面這個R 等於是這邊的層次把它搬加 搬到這個回圈裡面 先不要搬 先在這裡面先打一個什麼 剛剛有那個練習的 Shits 刮弧 裡面的話加一個S 第幾個工作表 點Slate Enter一下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啦 就是 幫我切到第幾個 所以如果第一次就切第1個 那他 S就是1 那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S等於2 0組 S等於3 S等於4 那做什麼事呢 做底下這些事情 所以你把這一段程式 把它 搬到 這個S Shits S 點 Slate這下方 記得 把這一段程式按Tab鍵 記得這個可能要一定要加一下 不過可能剛剛少選了 應該是從這邊到這邊 R 到NAS 按個Tab 為什麼一定要 按Tab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按Tab的話 他會看起來是同一階 像這樣 那你就沒有辦法區分 到底那個4是裡面的4 還是外面的4 OK 那NAS是外面的NAS 還是 裡面的NAS 就會分不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是外面的 也就是 他會先跑 這個 先切到第一個工作表 再做裡面的所有輸出公式 等到 下一個的話 意思說下一個工作表 那一樣做 裡面的這些輸出公式動作 再換下一個 然後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大功告成了 那當然如果你怕有問題 有狀況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設中斷點 停在這裡好了 執行 比如說我今天 先 這個地方是剛寫的 所以這邊可以停一下 執行 游標放這裡 那你會發現 現在是 S等於1 所以 他切到第一個 不過目前已經第一個 所以他沒動 然後做什麼呢 把那個裡面的 資料重新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其實就剛剛那些動作了 所以 重跑一次 換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執行 他切到 零組了 那做什麼呢 先抓那個 第幾列 他總共有幾列呢 游標放在這邊 101列 看一下 Ctrl向下 沒錯 101 然後呢 他做什麼事 跟剛剛一樣 只是差別是因為是向下追蹤的 所以這個做完了 然後再來的話 S等於3 切到第三個 好 那一樣做什麼呢 追蹤一下 這裡面到底 有幾列 這個列數應該比較 65列 把65列跑完 然後呢再來就第4 OK 這邊 所以切到第4個 辦事員 然後做 但是做完之後呢 最好 還是切回到第1個 所以呢我是建議 你可以在net下面 再增加一個叫什麼 s schutz1.slate 這樣比較貼心 OK 當然你不做也OK啦 只是停在這個助理員 感覺怪怪的 我希望他切回來 所以 我們可以讓他跑完 然後切回到第1個 切回到第1個 你助磚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第1個 第2個 有沒有這也完成 第3個 我們Ctrl向下檢查一下 沒錯 他就到第65 這個的話呢 Ctrl向下 這個到22 沒問題 所以呢 這個4個工作 就一次就OK了 所以 考評部分的話 我剛剛主要是 把它改成向下追蹤 並且加上一個 這個 工作表回圈 OK 那清除的話其實也一樣 所以你其實 清除的話怎麼做 清除的話 一樣就是把上面的 這個 這個這兩行 複製過來 然後記得把這個4回圈 按一個Tab鍵 讓他下一切 那記得 最下面這邊 因為有一個4 所以這邊有個NAS 這個NAS 這個NAS呢 是對應到上面的NAS OK 那他就是什麼 先清 先清第1個 清光 然後換下一個 第2個 第3個 最後一樣 切回到第1個 所以把這個 Shit1 .slate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執行一下 然後最後就切回來 所以這邊應該是空的 沒錯 最後其實當然就是 按一下這個 他就是全部輸出 按一下這個 就全部清除了 OK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把 這一段 兩段的這個程式 試著完成 完成了程式嘛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應該是在第4頁的地方 OK 試一下